大家好,我是多人多方林 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打的是如火如荼 对于以色列为什么建国,如何建国,以及建国的合法性相关的内容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聊过了 今天我们再从加沙问题本身以及哈马斯的角度来聊聊这个问题 顺便再说一说战争后续的一个可能性 其实这次战争虽然看起来是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全面战争 但是信息的观众应该已经能发现了 战火它只在加沙地区爆发,或者说加沙地带 而巴勒斯坦的其他地区很少有战火的消息 甚至目前以色列都袭击了叙利亚的机场 却没有对巴勒斯坦其他地区进行重拳出击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其实巴勒斯坦看似是一个国家 但是其实就和中国和台湾一样 目前是愤而制止一巴各表的一个状态 而这两个不同的地区 它分别就是加沙地区和西岸地区 而这个西岸地区呢 有时候也会被媒体称之为约旦和西岸 这两块地区目前实际上是受到两股不同的势力控制的 它们分别是法塔赫和哈马斯 法塔赫控制西岸地区 也是目前巴勒斯坦法地上的合法政府 而哈马斯则控制加沙地区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造成了这种分裂呢 我们要把视角往前推 我们现在都知道呢 以色列一开始的建国是根据联合国181号决议 而根据联合国181号决议 以色列所占领的土地其实并不大 加沙地区它也不属于以色列 而是属于巴勒斯坦 但是呢 该决议通过之后 阿拉伯世界并不服从这个决议 随即发起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开始对以色列宣战 一开始的中东联盟呢还是比较能打的 那个时候呢 加沙地带实际上也是受到埃及控制的 但是中东的阿拉伯联盟是越打越不行 地也是越打越少 甚至在一段时间内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处于全面灭国的状态 而且呢 中东战争带来的地盘损失 还不仅限于巴勒斯坦境内 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 也就是六日战争中 直接丢掉了整个西奈半岛 而西奈半岛的面积有六万平方公里 是现在以色列国土面积的三倍 我们看西奈半岛的地理位置其实就能看出来了 西奈半岛是和加沙地带相接壤的 所以因为西奈半岛的沦陷 加沙地带也在六日战争中顺带被以色列控制了 以色列控制时期的加沙地带呢 它其实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可以的 在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之后呢 以色列刚刚控制加沙地带的时候 加沙地带的人均GDP是80美元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 加沙地带的人均GDP呢 就已经上升到了1700美元 这个经济发展速度呢 远远领先其他阿拉伯地区 之后呢 这个阿拉伯联盟是越来越不行 后面两次中东战争呢 也是越打越拉垮 最近呢 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也意识到 通过战争的方式 获取独立似乎已经不可能了 那咋办呢 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 这时候开始学习起了曾经的犹太人 也搞起了类似于犹太复国运动的 阿拉伯复国运动 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简称为巴结组织 其中的领导人阿拉伐特 是中国政府口中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而哈马斯曾经也是复国运动的一员 只是和同时期的发塔赫之类的组织呢 不太相同 哈马斯希望恢复的是巴勒斯坦全部的领土 而非像发塔赫那样提倡和以色列人共存 这时候我们再把视角切回到当时的以色列 以色列虽然在武力上完全是吊打当时的阿拉伯世界的 但是就和我在之前以色列建国的节目里说过的一样 以色列在1948年的建国其实是完全具备合理性的 当时巴勒斯坦境内存在大量的犹太人 阿拉伯主张宗教立国排斥多元化 你不给犹太人建国那境内的犹太人如何处理呢 犹太人只能无休无止地搞恐怖袭击 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的以色列 于是以色列依靠武力拿下了巴勒斯坦全境 但是巴勒斯坦内部确实存在大量的阿拉伯人 如果处理这些阿拉伯人是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不给他们建国 这些阿拉伯人也会一直搞恐怖袭击 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像中国一样 那么擅长改造少数民族的 此外如果不给这些阿拉伯人建国的机会 那么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永远都是敌人 关系永远难以正常化 所以在决策对调之后呢 以色列并没有像当初的阿拉伯国家一样 一路投铁拒绝犹太人建国 帮助阿拉伯人建国的想法 在以色列国内越来越受到欢迎 这个人呢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 解决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争端 他们的口号是用土地换和平 这里面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 1992年当选的以色列总理 伊扎克·拉宾 他在1992年的就职演讲上讲到 现在犹太人的处境已经和之前不同了 我们不再是一个独居的民族了 我们必须摆脱半个世纪 进入在犹太人身上的枷锁 学会和各个民族和平相处 拉拼上台之后就开始承认 巴结组织的合法性 并开始尝试和巴结组织进行谈判 最终以色列巴结组织 以及阿拉伯众国达成了奥斯陆协定 而且在这段时间 大部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都开始转变态度 放弃恐怖主义追求和平建国 当然了这其中不包括哈马斯 不过这个奥斯陆协定之后 执行的过程也是一拨三折 但是最终巴勒斯坦还是建国了 而加沙地区按照规定 也就属于了巴勒斯坦 根据奥斯陆协定当初的计划 在2006年 以色列也开始逐渐撤离加沙地区 而同时巴勒斯坦也开始 真正建国之后的第一次大选 虽然在大选前的民调中 巴结组织的主要继承人 法塔赫得票率高达38.2% 哈马斯只有25.1% 但是大选的结果出乎意料 哈马斯赢得了大多数席位 对于法塔赫为什么输得那么惨 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法塔赫的腐败 以及法塔赫内部的争斗 有时候想想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真的是有着云泥之别 犹太人在辛辛苦苦建国之后 带领以色列迅速发展 成为了发达国家和较为民主的国家 而阿拉伯人刚建国就开始搞起了腐败 就开始搞起了内斗 实在让人唏嘘 最终如图所示 绿色是哈马斯赢下的席位 而黄色是法塔赫的 法塔赫最终只赢下了45个席位 而哈马斯赢下了74个 而面对这种结果 法塔赫显然是不愿意接受的 最终双方爆发了内战 战争最终导致了巴勒斯坦的割裂 哈马斯获得了加沙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而法塔赫则获得了约旦和西安的实际控制权 但这边说一下 当时国际社会其实在这里面也是有干预的 当时的哈马斯以及现在的哈马斯 都是支持恐怖主义的 并且要求把以色列人全部赶出巴勒斯坦 所以在哈马斯当选之后 众多国家就要求哈马斯转变恐怖主义的态度 否则就停止对哈马斯为首的巴勒斯坦进行援助 但是哈马斯并不接受 最终因为援助的停止 哈马斯无力再发放公务员公司 而这也直接成了内战的导火索 最终这两个政权的关系 你可以理解为化僵而至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只是他们化的不是长江 而是按照以色列的国土化开的 那我们再说回目前的这次战争 这次战争的导火索 其实是哈马斯单方面对以色列的一个袭击 所以这次战争甚至都不可以说是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 它仅仅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单方面的战争 面对哈马斯的袭击 代表巴勒斯坦合法政府的法达克 除了表示对于以色列的谴责 也表示了对于哈马斯的谴责 在这段话中说到的占领军指的就是哈马斯 这也是目前欧盟没有停止对巴勒斯坦援助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这次战争也不可以说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和加沙人民的战争 很多人说加沙地区全民皆兵 一个河带扔下去 没有一个是冤枉了 这其实是不对的 自从2007年哈马斯强行占领了加沙地区之后 巴勒斯坦以及加沙就再也没有举行过选举 全民支持哈马斯的理论其实纯属于胡乱猜测 那么哈马斯到底在民间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要分两方面看 一个是对哈马斯的看法 一个是对目前生活方式的看法 在2003年7月开战前的一份民意调查中显示 在加沙地区只有58%的人表现出了对哈马斯正面的看法 而有40%的人对哈马斯是持负面看法的 并且同样是在该份调查中显示 47%的加沙居民是强烈赞同让哈马斯放下独立武装部队的身份 加入整个巴勒斯坦军队的 同时认为哈马斯应该放弃对加沙地区的独立控制 让整个加沙地区接受巴勒斯坦政府官员的控制 而对于这个看法呢 比较赞同的比例则达到了23% 也就是反感哈马斯继续以武装形式抗中的人群呢 占据了加沙总人口的70% 而强烈反对也就是要求哈马斯继续统治的加沙人 只占到了总人口数量的12% 所以加沙地区人民对于哈马斯政党的看法 属于一种毁育参半的状态 但是基本上绝大多数人呢 是反对这种天天战争的生活 其实我们总是能听到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里巴嫩的珍珠党这类组织的名字 在称呼他们的时候总会带上国家的名字 但是其实这些人呢 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 他们是一个个具有恐怖组织性质的独立政党 此外哈马斯现在更是得不到 穆斯林国家整体的一个支持 就如胡锡进在内网上说的一样 这一次阿拉伯国家支持哈马斯的力度 甚至都不如墙内粉红支持的力度多 我们看这张图 在这张图上蓝色是目前表示支持以色列的国家 而橙色则是表示反对以色列的国家 其中的灰色则表示中立 当然这些支持反对和中立 并不能简简单单的这么去划分 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是支持 支持是比较简单的 一般支持以色列的那就是真支持 不过让人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次的支持国家之中 还罕见的存在着几个阿拉伯国家 比如典型的阿拉伯国家阿联酋 阿联酋的全称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联酋在开战没多久之后就谴责了哈马斯 认为是因为哈马斯单方面的行动 才导致了当前的局势升级 而另一个阿拉伯国家 巴林也表示了对于哈马斯的谴责 此外呢 还有几个比较典型的穆斯林国家 也在谴责哈马斯 比如穆斯林占总体信仰96.9%的阿塞拜疆 还有穆斯林占总体信仰59%的阿尔巴尼亚 当然就如我上面所述 支持是比较好理解的 支持就是支持 这是很简单的 但这个中立和反对 其中就有很多学问了 比如比较经典的是 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中立 中国目前虽然号称中立 但是在墙内进行舆论引导 引导大家反对以色列 而且呢 中国长期支持伊朗 而伊朗现在又在支持哈马斯 实际上就是中国在变相支持哈马斯 而俄罗斯的情况也是类似 普京虽然表示中立 但是今天还发言称 反对以色列进军加沙地区 我的中立就是以色列你挨打行 但是你反击不行 相较于这种虚假中立 占边哈马斯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虚假中立 那就是表面中立 实则是在支援以色列的 这存在于很多阿拉伯国家 比如比较典型的就是埃及 埃及虽然在表面上是保持中立的 但是其实都是在偏向以色列的 或者说至少是不站边哈马斯的 比如埃及就说过自己在哈马斯偷袭之前 就曾经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通报过相关的情报 告诉了内塔尼亚胡 哈马斯即将有袭击 只不过是内塔尼亚胡自己不重视 从这点我们就能看出来 其实埃及一直是在帮助以色列的 至少在哈马斯问题上是如此 而且目前加沙地区被封锁 也不仅仅是以色列在封锁 埃及也在辅助封锁 如果没有埃及的帮助 以色列根本就没有办法封锁加沙地区 并且到今天 埃及仍然不愿意放开边境线 有人说这是因为如果放加沙地区的平民撤离 就等于让以色列得逞的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放开边境 这主要是因为埃及本身也十分反感哈马斯进入埃及 哈马斯作为穆斯林的极端组织 不仅在以色列搞事情 也会在阿拉伯其他国家搞事情 这里面埃及就是典型的受害者 哈马斯在埃及搞事情的主要地点 就是在和加沙地带接壤的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的恐怖组织 大量的受到了哈马斯的一个庇护 早到2013年 埃及政府就曾经对哈马斯窝藏 保护相关西奈半岛的圣战分子 表示过愤怒 而在2014年 埃及政府更是直接指责哈马斯 为执行曼苏拉爆炸案的恐怖组织 穆斯林兄弟会提供弹药 以及支持 还有人员训练 而这场袭击造成了16人死亡 130人受伤 所以虽然长期来看 埃及和以色列并不对付 但这并不代表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代表着哈马斯就和埃及的关系有多好 而且这个哈马斯还和穆斯林兄弟会 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而这个穆斯林兄弟会和当前的埃及政府是死敌 所以你说埃及政府到底更恨哈马斯还是以色列 这个都不好说 此外即使在这些支持的人中也分为不同的类别 比如典型的是沙特 虽然沙特谴责了以色列 但是主体是站在巴勒斯坦视角的 而非哈马斯视角 沙特并没有赞扬哈马斯的行为 并且没有任何实际支持的行动 这种态度基本上是目前表示支持的阿拉伯国家主要的态度 目前看这种反对就是出于教义 以及历史原因而反对以色列 他们最多也只是出现在口头上对于哈马斯的支持 但真要上手支持哈马斯 那就是另一回事情 而其中对哈马斯表示出强烈支持态度的 也只有伊朗和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 可是这两个国家目前似乎也完全是处于口嗨的状态 伊朗一开始还兴致勃勃的 想把这次哈马斯袭击的功劳揽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很快的又转脸说 这件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 而目前真的有比较实际行动支持哈马斯的 似乎也只有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了 这种态度不仅限于政府 其实当地人民普遍也是这种态度 虽然最近我们可能看到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人 游行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那些没有游行的人 根据2020年的民调 在主要的阿拉伯国家中 对于哈马斯表现出正面态度的人 已经不到50% 而另一个极端组织 黎巴嫩真主党更不受欢迎 黎巴嫩真主党在大部分国家 获得的支持率都不超过10% 而即使在他们的大本营 黎巴嫩 其支持率也只有34% 而极端反对者都已经达到了43%的一个比例 那么为什么这些党派不受欢迎呢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奉行的极端恐怖主义 正在被世界抛弃 而这个世界其实是包括穆斯林世界了 甚至这次哈马斯之所以发动袭击 突袭以色列 也是被抛弃的体现 在今天早些时候 卡塔尔每个月还给予哈马斯 3000万美元来支付公务员的工资 但是到了8月 卡塔尔付款金额就削减到了 每月1000万美元 这些金额已经无法支持哈马斯 足额发放公务员工资了 时间似乎又再次回到了巴勒斯坦内战时期 只是这次停发经费的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 而是穆斯林兄弟卡塔尔 此外 最近哈马斯开始号召穆斯林世界发动胜战 但是目前看起来呢 响应的也是寥寥无几 说完哈塔斯的前因后果 我们再来说说后续可能的走向 首先就是以色列目前的反应 目前如果按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 以色列本次的目标就是全面消灭哈马斯 所以进军加沙地区看来是无可避免的了 而伴随着以色列的反攻开始 很多的批评声音也开始出现 这类人的一个主要说法就是 只要有战争就有死伤 而只要有死伤 两者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哈马斯和以色列是一个东西 但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人 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恐怖组织和正常战争的一个区别 恐怖组织即使在中国也是违法的 不过中国呢 对于恐怖组织的定义比较宽泛 而如果根据国际普遍的定义来看 什么是恐怖组织呢 恐怖组织是指那些为了达成宗教 政治或其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 而故意攻击袭击平民的团体 这里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袭击平民 其实我们能发现呢 即使是俄罗斯 虽然现在在入侵乌克兰 也有屠杀平民的行为 你比如说布查大屠杀 但是俄罗斯整体是极其排斥这种说法的 并且呢以此为耻 而且这种现象呢也不普遍 但是恐怖组织则不同了 恐怖组织是正大光明的 把平民作为袭击目标之一 或者在一定程度上 他们本身袭击的目标就是平民 而非军队 他们的目的就不是和你正儿八经的军队作战 而通过杀戮平民制造恐慌 当然这次哈马斯则更加离谱 他把其他的国家公民也作为了人质 并且在哈马斯进行屠杀的过程中 屠杀行为是无差别的屠杀 不论你是亲以色列的美国公民 还是亲巴勒斯坦的中国公民 只要被哈马斯逮到 都很难逃过一劫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根本区别就是 如果你在目前的巴勒斯坦地区生活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遇到以色列的军队 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 只要你自身没有威胁性 是不太可能受到攻击的 你的生命安全是能获得保障的 但是如果你遇到的是哈马斯的军队 那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当然以色列也会在战争中伤及平民 但是问题是平民 他只是受到波及的目标 而非主要的袭击目标 因此以色列在发动导弹袭击的时候 目标都是哈马斯的军事建筑 或者其部队本身 而且如果对某些建筑发起攻击 也会提前通知 就像目前以色列准备从地面方面 全面进攻加沙地区北部 就提前对平民发出了撤退的一个通知 之前哈马斯也曾经直接威胁以色列 如果以色列在发动空袭之前 不进行通知 哈马斯就会斩首人质进行报复 也从侧方面反映了 以色列在进行轰炸之前 都会进行通知 但是很显然哈马斯他是不会通知的 恐怖袭击打的就是一个出击不一 所以虽然都有人死 甚至以色列因为军力比哈马斯要强很多 以色列最后的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少些 但是这里确实有本质区别的 这是恐怖主义和正常战争的一个区别 然而以色列这个提前通知能不能起到效果 是否这些加沙人还有地方可逃 因为现在要攻击北部 就强行要求人民搬到加沙南部 这个操作人不人道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此外哈马斯的这种恐怖主义行为 不仅违背了世界目前普遍的道德准则 甚至还违反了穆斯林自己的教义 比如在古兰经中就曾经规定过 即使发生战争也禁止伤害平民 和毁坏农作物树木和牧畜 但是很显然哈马斯 以及各种穆斯林极端组织 都根本没有遵守古兰经的一个教义 此外穆斯林还在教义中规定 不能杀害战俘中的妇女儿童 但是很显然哈马斯这点依然没有遵守 说完两者的区别我们再来说说下面可能的走势 目前以色列凭推掉加沙地区的想法是很强烈的 不过目前以色列喊出的口号仍然是消灭哈马斯 而非全面占领加沙 所以如果以色列军队推进顺利的情况下 是会以消灭哈马斯并把加沙地区的管理权 让路给法塔克政府来结束这场战争 目前是没有看出来以色列有长期占领加沙的一个想法 就是长期占领加沙对于现在的以色列来说是很不划算的 它的管理成本有些过高了 当然如果拿下加沙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还给法塔克 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谈判的过程 但这只是以色列方面的理想情况 一个哈马斯或许打不过以色列 但是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有介入的可能性的 而这种介入就有可能导致战争被扩大化 那么战争有可能扩大吗 按照彭博社的分析 战争目前可能出现三种结果 第一种是局部战争 即只有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第二种则是代理人战争 即黎巴的珍珠党和叙利亚会以一定程度的方式介入这场战争 作为伊朗的傀儡和以色列进行战斗 而第三种则是以一战争直接爆发 即伊朗也会直接介入和加入战斗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直接爆发战争 就目前来看 局势处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性之间 伊朗最近努力的在撇清和哈马斯的关系 可以看出至少目前伊朗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一个想法 而珍珠党在我做视频的时候 目前完全处于口嗨的状态 到底后面会不会全力参战 目前还不好说 另一方面最终会是什么级别的战争 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以色列这两天进军加沙地区取得的进展如何 如果以色列是一路平推过去的 非常顺利 那么大概率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和势力参与的可能性很低 而如果平推的过程中很艰难 暴露出了以色列军队的软弱 那么这些国家和势力则很有可能介入 此外以色列虽然是合理的一方 但如果在战争中采取了过于极端的操作 也很容易再次引起穆斯林国家的仇视 和西方世界的反弹 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 以色列需要以尽可能少的平民伤亡和迅速的方式拿下加沙 消灭哈马斯 这个过程越顺畅 速度越快 平民死亡越少 演变成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 反之亦然 不过很显然 不论是上面说的任何一种情况 和全面的中东战争都相差甚远 这个原因也正如我上面所述的那样 其实大部分中东国家 虽然出于宗教和历史的因素支持了哈马斯 但其实很多人也是不喜欢哈马斯的 自从911之后 美国开始大力反恐 虽说恐怖组织这些年仍然猖獗 并且经常在欧洲地区搞恐怖袭击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 恐怖组织的势力是在逐渐衰弱的 这个过程就像马克思经常说的 螺旋上升一样 整体这些年 中东的局势是在螺旋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只是中间会有些跌跌撞撞的反弹 这次哈马斯战争的火炮一开 虽然不可能再次引起中东的战争 也无法煽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圣战 但是以色列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脚步 肯定是要放缓了 目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比较好的 就是上面两个直接支持以色列的阿联酋和巴林 他们三国曾经签署过亚伯拉罕协议 这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之后呢 该协议又引入了摩洛哥和苏丹 最近以色列想把协议的范围继续扩大 扩张到包括沙特 印度尼西亚 尼日尔 毛里塔林亚等国家 但是很显然呢 这次的冲突导致该计划长期搁置 中东的和平之路变得更加漫长 但是呢 至少目前来看 风向是没有改变的 那是在往着和平的方向前进的 最后再说一下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 正好这两天呢 有一个华人袭击了旧金山大使馆 目前袭击的原因还不明确 但是不论怎么看呢 这场袭击都有点恐怖袭击的味道 对于中国人来说 其实我们都很不喜欢共产党 但是呢我也一直反对 以这种暴力的方式去进行袭击 这种袭击已经有一点恐怖主义的影子了 恐怖主义 它不仅会伤害无辜的人 而且这种恐怖组织在夺权之后 往往也只会带来恐怖的统治 以使他们当初打的旗号是自由民主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诺方脸 希望你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再见